你把教头吃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特别的蔬菜呀 它的外表呢 长得有点像葱似的 但它又不是葱哦 它比葱好吃多了 没错 它就是教头了 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就是它的胡须了 然后这个就是教头的头 它的叶子也是非常的好吃的 它是一种很香的蔬菜哟 就跟葱香味是一样的 但它做法是非常多样化 看就这么一长长的 这教头里面长了好多的草啊 因为实在都是农家肥 所以就长满了草 过一天等天晴的时候 就把这个草全部给拔掉 要不然这个教头就长不大了 我们这个教头都是种在沙体里面的 所以用手拔就可以了 哇真的好香啊 哇它的根它的头 还有它的叶子 都非常的香啊 这个炒肉特别的好吃啊 很下饭 腊肉 五花肉 鸡蛋啊 都是非常的好吃的 我拔了四颗教头 就可以炒一盘菜了 过年大一道肉吃腻了 就来地里拔教头吃 解解腻呀 啊 现在我回家 冷不住啊 想把它炒来吃 走了 回去呢 拜拜 拜拜